男人过午时还想猛如虎就有这几招 大家好,我是中医花医生 男客问题就像幽灵一样 往往都会消无声息的财上四五十岁的男性 不仅搞得人成天在另一半面前抬不起头来 而且还会让整个人成天腰膝酸软,没精打采 仿佛人被抽干了一样 如果你想在五十多岁也跟二三十岁一样威猛 那就要认真看完下面的视频 我教你几招,帮助你轻松摆脱病因 这不前不久我就碰到一个劣势的病人 他刚过五十岁就发现自己总是不能完成程序 不仅对另一半的欲望减退了 还出现了腰膝酸痛,精神萎眉的情况 上来那几人还会头晕目眩想吐 夜里还总是悲尿憋醒 更是出现了浑身发冷的情况 我发现他面色长排,舌头淡红 舌苔薄白,脉薄也是偏沉发细 于是便大致揣测出他这可能是肝肾不足所引起的失险内孕 从而诱发了问题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这还要和他的体质有关 要知道,五十多岁的年纪 本身气血就处于向下走的状态 这感觉就跟零件用久了会生锈一样 那自然肾脏和肝脏就会出现适养 跟阳气不足的情况 从而诱发,思着内热排不出去等各种问题 外加他平时工作又很忙,还常吃气的熬夜 这便会加重气血跟肾静的消耗 从而加重病情 因此碰到这样的患者 我一般都会选择温补肝肾为主 益气活血跟去湿化痰为辅的条理 主要帮助把患者的肝脏和肾脏温讯补足 幻血、幻醒、肝肾的造血以及水液代谢能力 那患者的内分泌系统就会得到提升 自然气血对各脏器的滋养就会充足 那他硬气不起来 浑身没劲 腰吸酸软、尿急、尿频等问题便可以得到改善 这个时候再把患者体内的血瘀 跟亏序的气机补足 同时加速湿热的代谢排出 那患者的气血便可以进一步得到疏通 并有效乳养身体各脏器跟静络 身体阴阳调和好了 自然身体发冷 头晕目悬的问题也可以同步改善 患者听了我的调理思路后 随即拿了差不多三月的调理方案 就在调理差不多两个半月的时候 困扰他的腰吸酸软、全身没劲等问题便得到了改善 于是在复诊时我又根据他的问题微调了方案 再来看诊时不仅反馈和妻子的感情 再来看诊时不仅反馈和妻子的感情增进了不少 整个人也是活力满满 还特别感谢我让他找到了二三十岁的感觉 那么看到这里你便不难发现 其实像他这样的难克问题 往往都伴随着年龄的增长 便悄然找上门 因此咱们在生活里就应该注意 对肝肾的调养 同时适当搭配一些活血排斥的调理 这样才能够使身体永远处于活力满满的状态 当然每个人的体脂不同 治病原因跟反应在身体上的问题 往往也不尽相同 因此咱们碰到问题还是要及时就医 同而辨证地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